金融机构加顶集团预测,到2023年底,加拿大全国平均楼价由2022年2月的高位回落接近25%。 加顶公布的最新楼市前景报告,预测加拿大全国楼价会出现大幅调整,以及修订之前提出下跌15%的预测。 加顶认为,楼市前景恶化的原因,包括楼市数据疲弱,及货币政策较之前更加激进。 上个月,大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市场放缓加剧,7月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47%,比今年6月份下降24%。 各立房屋平均价环比下跌6%至107万4754加元。 加拿大全国平均楼价于2022年2月,达到创纪录高位的81万6720加元之后,之后三个月均录得4%以上的跌幅。 加拿大央行于7月份将政策利率调高1%,这是加拿大24年来最大的一次加息,这推高按揭利率,且预期2022年底前会进一步加息。 利率上升对于持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,或任何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申请抵押贷款的人来说,尤其不利。 加拿大央行的下一次利率公告定于9月7日,蒙特利尔银行预计9月份加息0.5个百分点,随后10月26日和12月7日两次加息0.25个百分点。 到年底,隔夜利率将达到3.5%。 加鼎表示即使预期楼价会做出调整,但预计到2023年底,全国楼价仍然是高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。 预期楼价会出现最大幅度调整的省份包括纽宾市域省、新斯高沙省以及爱德华王子岛,报告指出,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会对通胀造成舒缓的作用,且足以令央视开始逆转加息。 故此,家庭预计,加拿大楼市将于2023年底时会起稳。 回顾,加拿大央行上一次在2017至2018年间的加息记录发现,房地产市场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。 央行在2017年8月第一次加息一次,2018年加息三次,加息1%,使隔夜拆借利率达到1.75%,为2010年10年来的最高水平,政策实施三个月之后,整个GTA的价格从4月份的峰值下跌了20%以上,使房屋平均价格下降了10万以上。 多伦多的Richmond Hill是外国投资者的热门地区,其平均房价在一个月内下跌了25万。 金融机构加顶集团预测,到2023年底,加拿大全国的平均房价将会由2022年的2月高位回落接近2成5。 加顶公布最新的楼房前景报告,预计加拿大全国的房价会出现大幅调整,以修订之前提出下跌的15%的预测。 加顶认为,楼市前景恶化的原因,包括楼市的数据疲弱及货币政策较之前预期更加激进。 上个月,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放缓加剧,7月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成7,比今年6月份也下降了2成4。 各类房屋平均价环比下跌6%至107万4754加元。 加拿大全国的平均流价于2022年2月,达到创纪录的高位816722加元后,之后3个月均录得4%以上的跌幅。 加拿大央行于7月份将政策利率调高1%,这是加拿大24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。 另一次推高按揭利率,而且预期会在2022年底有进一步的加息,利息上升对持续浮动的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,或者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申请抵押贷款的个人来说入期不利。 加拿大央行下一次的利率公布定于9月7日,满地行银行预计9月份加息0.5个百分点, 随后10月26日和12月7日两次加息0.25个百分点,到年底隔夜利率将会达到3.5%。 加定表示,即使预期的楼价会出现调整,但预计到了2023年底,全国的楼价仍然高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。 预期楼价出现最大幅度调整的省份,包括楼宾市域省、新斯科社省和爱德华王指导。 报告指出,即使到来的经济放缓,会对通胀造成舒缓的作用,而且足以令央行开始逆转加息。 故此,加定预计,加拿大楼市于2023年底将会期稳。 回顾加拿大央行上一次在2017至2018期间加息记录的发现,房地产市场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。 央行在2017年8月第一次加息,2018年加息3次,加息1%,使戒夜拆息利率达到1.75%,为2010年10月来的最高水平。 政策实施三个月后,整个GTA的价格从4月份的峰值下跌了两成以上,使房屋平均的价格下跌了10万以上。 多伦多的Richmond Hill是外国投资者的热门地区,其平均的房价在一个月内下跌了25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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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